大家好,我是罗宾大叔 今天是2021年6月16日 我们继续今天的节目 今天的继续想讲一下关于移民的话题 因为这个话题也比较大 而且各个国家它的移民政策和移民门槛也是不一样的 所以没办法在一个节目当中给大家全都面面具道讲道 我就讲一下关于移民的心态问题 我觉得想要移民的时候 其实心态问题才是最重要的问题 你要心态调整不好的话 其实移民这个事情你是做不成的 有可能在第一步你就压根都跨不出去 我们在计划移民或者考虑移民的时候 有一个最大的心魔 我觉得是最大的心魔 就是我什么都想要 什么叫什么都想要呢 就是我既希望能够享受 继续享受在中国的种种便利的条件 比如说比较低的物价 比如说比较方便的生活环境 快递非常快 外卖非常快 然后呢各种基础设施也非常的便捷 同时呢我又想享受国外这种比较悠闲的生活 没有那么大的压力 又有一个比较好的环境 孩子教育呢也要不比国内差 还有呢最好没有移民间 然后最好呢直接发本护照给我 就不要经过这个永居的流程直接拿护照 那所谓的这些要求或者条条框框啊 当然你想是可以去想的啊 就像女孩子或者男孩子找对象的时候 都希望对方是时常最好的一个人 突然就看上我了 这个想法是美好的 但是你要是真到了时操的阶段 你按照这个要求去找男朋友或者女朋友 那绝对会被限时撞的头破血流 回到移民这件事情上呢 也是完全一样的啊 可以说是极为相似的 如果你把这些条条框框 全都零零总总扔到你自己这个需求框里面呢 你就会发现哪都去不了 哪都不想去 看了解了解 你就觉得这个国家不满足我这个要求 或者满足了这个要求呢 那个要求又不满足了 就比如说啊 有一些客户跟我沟通的 他们就是犯了这样的毛病 或者说呢被这个心魔给困住了 比如说呢 又希望这个国家能够拿身份比较快 就一下子就能够拿到身份 同时呢 又希望拿永居的时候不要有移民间 我就希望能够大多数时间呢 还是在国内生活 同时国外的身份又不要过期 不要求我平凡的往返两地 或者长时间的在这个目的国生活 然后呢 还会去考虑这个当地的教育环境啊 因为有小孩的家庭 肯定是这个是第一位考虑的 希望有比较便宜的 或者呢比较经济实惠的英语教育 因为我们去的大多数国家 除了这些五眼联盟的国家 都不说英语的嘛 那如果要英语教育的话 要么去国际学校 要么就去这些英语国家 这个等于又把一大批的目的国给拦在外了 然后呢又觉得这个当地申请永居啊 或者申请这个移民的门槛不要太高 这个拒签率不要太高 或者说呢 要求申请人的条件不要太高 免得我去递完申请 忙了一大厂 然后结果发现被人家拒了 如蓝打水一场空 又需要比较有高的稳定性 然后呢 我希望时间还要短一点 这个时间太长不行啊 有可能花个三四年 四五年 甚至五六年七八年 这种不行不行 最好呢一两年之内给我搞定 最好最好呢 能够就比如说几个月半年 就给我个身份的啊 那还有呢 就觉得拿这个一般的这种居留签证 或者呢 拿一两年有效期的居留签证 好像不太满意啊 这个一年一年的序太麻烦了 最好上来就给我五年 甚至十年的永居卡 甚至还有的人就希望 我直接拿个护照算了啊 我也不用拿着永居 然后再拿个中国护照 我直接拿外国的护照得了 还有呢 希望这个国家能够承认双重国籍 那承认双重国籍 我拿两本护照 这个更加方便一点 无论回中国也好 还是在这个国家生活也好 然后拿到各种福利啊 当然了 还有这个福利问题也是啊 希望这个国家能够慷慨的给自己国家的公民 或者永居提供各种各样的福利 什么牛奶精啊 补贴啊 孩子的各种这个教育啊 补贴啊 大人的各种补贴啊 反正能有什么就给我上什么 全然不顾这个世界到底有没有这种好事情 有没有这么一个梦想中的天堂般的国家 还是那句话你想是可以想 但是真的碰到现实当中你要去实操了 最好把你的那些梦想都稍微收一收 我这里的建议呢 不是说你不能往好的地方想 你呢 最好是看一下自己 找一面镜子 或者找个池塘 看一下自己 自己到底有几斤几两 或者很简单的说 自己的能力到底能够够到哪个国家 那我们如果把这个角度调转回来 我如果是一个主权国家 我是一个小国或者一个大国 或者一个中型国家 我是想要吸引一部分的人来移民我们国家 那我必然是有所求的 我肯定不希望那些想着来吃福利的 想着来拿补贴的 想着来我这边占便宜的人移民到我这边 对吧 那我肯定是希望你这个移民能够给我带来一点什么东西 无论是带来高能力的技工 或者带来这种高学历的人才 或者带来能够从事农业 或者护理项目的这样的人才 或者带来大批量的金钱 希望你要么就带钱过来 或者你带技术过来 或者你带学历过来 或者带那种有工作能力的年轻人过来 你带点东西过来 我才会给你个身份 如果你什么都不过来 就舔着脸说 我想到你这吃福利 我想到你这占便宜 没有任何一个国家会接受的 或者说可能早期有这样的政策优惠 或者早期有这样的政策红利 但是肯定也在接下来的这些年头里 被来自像我们中国 或者像印度这样的国家 给逐渐的钻空子 逐渐的占便宜 他也会把这些漏洞给补上的 所以说 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是蠢的 傻的 或者是天然圣母的 要希望接受你们这些来吃福利 占便宜的人 所以 还是看一下自己的好 看一下自己的能力 到底能够到哪些国家 就像罗贝纳书介绍的这些国家 无论是泰国 马来西亚 菲律宾 韩国 哥斯大利加 厄瓜多尔 还是欧洲的这些非移民国家 还是我们传统的移民国家 美加 澳新英 还是其他的一些小众的国家 无论是中南美洲 还是非洲 还是亚洲 还是欧洲 无论哪些国家 我们都是要首先看一下我们自己能够够到哪里 如果能够够到我再去考虑这个国家能够带给我们什么 如果我光是觉得这个国家特别好 我特别想去 但是发现自己能力完全达不到 他那边的所有的移民项目 全都是要求很高的 要么是要求超级富豪 要么是要求超级精英 或者超级高学历的人 要么索性就是那种有语言能力的蓝领工人 那这些我都达不到怎么办呢 你也不可能去人家的使馆那边 一哭二闹三上吊 要求人家就愣接受你 人家也不傻 也不会给你开放这个大门的 再加上现在这个疫情期间 再插播一下这个疫情的问题 也不是疫情问题 就是疫情期间的出入境问题 出境现在很难 大家都已经知道了 对吧 一方面护照难办 一方面的出境 有些去东南亚方向的 还有可能会被劝反 甚至有去加拿大的 也被劝反了 然后我又看到一个消息 就是说现在 如果是外国国籍的 外国人想要来中国的话 基本上这大门也关的差不多了 现在好像就接受三类人 一类是必须来中国的工作类签证的 还有一类就是人道主义目的 必须来中国的 人道主义 大家也可以理解 基本等于没有 还有一种 就是说 是来中国进行一个非常必要的 非常重要的商务洽谈 对于商务洽谈的接受方 或者邀请方的资质是有一个非常严格的限制的 所以总而言之 如果是一个外国人 和中国人没关系的 如果是一个外国人 持外国国籍的 拿外国护照的 想来中国的话 这个门已经关的窄的 不能再窄了 当中可能有条缝 但这缝 基本上也关的差不多了 至于说 如果中国人想回中国 大家知道的 什么五个一 双额酸 双检验 交叉检验 这些 从来没有放松过 然后入境中国以后 还要做14天到28天的一个集中隔离 这个难度也从来没有放开过 所以呢 无论是出中国 还是进中国 这个门呢 已经关的小的 不能再小了 所以说 在这个特殊时间 你要考虑去移民的话 你在瞻前顾后 想前想后 挑三拣四的话 还真的不如 你就待在国内 不要出去了 因为不是别人不想要你 而是你自己 把自己拖在当地 你自己给自己设置了太多的障碍 要太多的东西 那你是永远无法成型的 永远无法移民成功的 那这个也是跟不少客户在沟通当中 我一个个人的想法 但不一定完全对 但我觉得对于我的这些客户来说 我觉得这是我的肺腑之言 真的是别太挑了 这话虽然听着非常的丧气 或者听着非常的老声长谈 像那种就是红娘对于单身女性讲的这样 别太挑了 那移民真的也是这样 别太挑了 你能够得上 你能出得去的 你先出去再说吧 否则呢 有可能你压根就出不去了 那如果对于美国签证 加拿大签证 或者移民有兴趣的小伙伴呢 可以添加罗宾大叔的微信 或者telegram付费咨询 那如果想打赏的话呢 打赏渠道 在节目下方的正文区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 就先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聊